新闻继续来看是在驾向一百空一年 在海风球安人生活在清水公共选担来激显 总共动员包括军风 经济消防定十二的单位 安人决定必经 有没有借民众亲自告知 了解到在海风球的步骤 对发民众受换上令官官将用抛生枪 联合众受换民众赏以及救 在上海在驾清水公共选担停车庁 所持续的放在安人过程 虽然这是安人但过程必经 因为在驾向有投资流的经代区 面对风台和水旗准备来到 跟风景察面访定单位 一人合同员配合安人 过程是不敢大意 今天这个安室的意义 就是说总统 平常是有这个安室 有这个准备 对到这个在海的时候 会减签到 我们这个在海的生性 最后的程度 所以说平常是要有准备 做以防 发生的时候会减签这个财害的生性 这家当中共10岁的单位参加 台北东团400万人家 沿连沉默有15人包括土族流 缩散天地在民修荣素开设 方向比安靠超级 你因为在北北风载 有没有救民众都受灾害害害 所以都主动搞定观摩 提前避难疏散是一个重点 那今天我们整个演练也把重点放在这边 那重点避难疏散以后呢 那当然会有一些状况 我们陆续由各单位来抢救 最后就是做一个护援的动作 这边重要的一个意义呢 是希望我们全乡的民众也能够了解 甚至我们整个县的民众也能够了解 整个未来在汛期以来以后呢 可能很多很多的灾害会产生 那大家要对自己的财产 也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警觉性 那当然我们政府也会用心 就我们整个一个 泄源的生命财产安全 来更加进一步的一个努力 这次放在NH收入的进步保障 莫拉克收在乡定所办理 一行灾害风球演示 如果告诉民众政策的灾害 处理保障 然后各单位 建立到灾害处理的经验 这一期是文章开发口 邀逢的驾向彩虹报道